國民黨議員在質詢侯友宜的時候 開始在談 對啊 談國際經濟 談國際局勢 對啊 你想要形塑侯友宜 有那個能力 不是草包 可以問 現在換不同黨籍的問的問題 因為沒有蕊稿 沒有背詞 答不出來的就說 就是新北市的市議會 我們不回答這個問題 做人不要這樣 人家要讓你做人 你就會發發嘻嘻 聽你的台并貴 并操包 就不可以問 這個不好 侯友宜的態度不移 你要嘛 就是國民黨問你的時候 你就遲言力射 我當時就說 侯友宜如果夠聰明 應該叫國民黨的議員 問他總體經濟 國際貿易 軍事 他罵他 罵國民黨議員說 這裡是新北市議會 不要問 我跟你講 後面綠營還真難問 你又要形塑自己不是草包 結果被抓包真的是草包了 不愛問 不遵問 不愛給你問 這個不好 第二個 我贊成剛才 這個宇嫂講的 其實我建議新北市議會 在野黨的 在質詢侯友宜的時候 因為他真的沒料 不難打 他對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請他講清楚 他認為中國對台灣的威脅 對農產品 工業產品的威脅 講清楚 對於外交軍事 經貿的草包 可以問他 基本常識題 倒不要用去考 那個國旗長怎樣 那個國旗長怎樣 那個沒有必要 我認為沒有必要 可我要回到僑王的部分 僑的部分 侯友宜 最應該唯一要說明的是 羅友智的指控 羅友智的指控 涉及法律 五百萬清清楚楚 羅友智是當事人 地點就在新北市政府 當時的副市長室 地點也有 侯友宜 你這個不說明的話 你要講什麼 今天罵那個 李宇翔說 我不會說 什麼是李宇翔 我不會說 是羅友智的指控 你躲起來 跑到新加坡 回來就不回答 也沒有告羅友智 羅友智還說 告 趕快告 我們到法院講清楚 表示他有準備資料 所以有關羅友智 當年選舉 被喬走 是為了誰而喬 兩個 兩個成長 羅友宜的喉 根本沒有參與的 出來擔保 還以政治生命擔保 枉費市民的寄託 這個該說明 至於港湖 士林北投 或者是小平那一區 羅友宜出來喬 只證明了一件事情 國民黨內定 總統候選人了 否則他拿什麼跟你喬 新北市長拿什麼來喬 那僑王這個說法 王金平這句話真的是 又酸又堅又利 你都說我僑王 不好意思 我退位了 新僑王是侯友宜先生 這一句話 其實對侯友宜 是有傷害的 所以不是挺 是酸 當然不是挺 他怎麼會挺侯友宜 王金平這一句說 我僑王讓位 新僑王就職 這一句話是 讓藍營的選民 看清楚侯友宜 是什麼樣的人 另外有一些藍營的選民 不接受王金平的 其實王金平這一招 有點像草船借鑒 犧牲自己 照亮郭董 他這一招是要告訴藍營的選民 侯友宜跟我一樣 跟我王金平一樣 挺馬的 挺金普中的 這一些人看清楚 看清楚侯友宜的本色 他就是王金平 新僑王 他其實重點在這裡 所以王金平 我認為郭台銘 其實應該好好謝謝王金平 他是燃燒自己 照亮郭董 郭董的帽子打下來 搞不好都會發光 我跟你講 我們來看一個民調數字 我要請教小平議員 因為美麗島電子報 五月的最新民調是這樣 沙喀都的情況之下 侯友宜是二十六 那郭台銘一樣 對其他的對手是一樣的 郭台銘是二十二點五 所以兩個人差距是三點五個percent 對不對 那我們去看 郭台銘是不是開始大造勢了 這個禮拜都有 然後加上你電話 你好 我是郭董 不是我是阿銘 阿銘卡電話來拜票 這個其實會有效果 我聽這個選舉專家講說 大概會有影響三趴左右 那如果影響三趴左右 我跟你差三點五趴 我慢慢再追上來了 我覺得問你說 郭台銘會不會選到底 可能比較為難 但是你覺得郭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他會服氣嗎 這個是 本領島做這個民調 是在自爆之前 現在今天自爆 這幾天自爆之後 現在做 連續做三天 就是比較精準 所以你認為說 他可能會繼續往下滑的話 那輸一個五趴 十趴就沒意見 這樣喔 是 這是第一件事 侯在新北市剩下這幾天 會混過去 這是第二個重點喔 混不過去就扣分 混過去就沒扣分啊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就金金金銀銷 那幾趴嘛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是什麼你知道 民進黨要回答誰 要不要灌票 你還記得韓國瑜 跟蔡英文的民調 沒有民調啦 不用灌啦 對 你們內定的 還要民調什麼時候 因為灌票不容易 不知道哪一天 他們還要演一下 他們不會演 不是不是 你沒有聽黃光琴講嗎 民調做完了啦 對 就是沒有做 你要用哪一段嘛 民調做完了 就沒有你剛剛講 失分的問題啊 因為早就做完了 是不是後來的事情 我的民調 未必做完再看 就是今天韓國瑜 跟蔡英文的民調 是40比20級 蔡英文20級喔 你們民進黨很多人反串喔 是回答韓喔 那那個時候認為 回答韓 跟蔡英文最有力 那時候 他也沒有民進黨沒交 他的選 因為綠的選民很聰明 很政治你知道嗎 現在一直講民調 現在沒有 國民黨就沒有 要用民調決勝負嘛 所以你花那麼多時間 講民調 民調還是有做 因為國民黨已經說了 不一定徵招民調高的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 你現在解釋這個不通喔 民調就不是一個徵招的 判斷依據嘛 他們判斷依據很好笑的是 不是我還要問問看 委員挺不挺我 那個縣市首長挺不挺我 這幾天要改變喔 要看社會氣氛 這幾天要說 人民的感受 人民的感受是什麼東西 是民調還有什麼東西啊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就是都是抽象的東西啊 他還要候選人自己舉證 對 說你如果覺得這個議題 這個條件是重要的 你要來舉證告訴我說 這是重要的 算辛苦委屈了 你那一區還沒解決嘛 我坦白講 哪一個黨說 選民感覺怎麼樣 我們來提名吧 今晚我想要 哪有人這樣提名的 哪有人這樣提名 我搞不懂你們怎麼懂 我不方便 其實選民的感覺就是民調 問題就在於國民黨 從一開始到現在 有沒有民調 或者說有民調佔多少% 然後黨團的意見 佔多少% 地方派他沒有講一個清楚 沒有講一個清楚 最後就是 民調還是佔大部分 民調還是很重要 當然民調以外 有一些參考 這個我完全同意 你說很重要的問題是 他是佔多少比例 結果問題就沒有講 你從頭到尾都 什麼叫大部分比例 大部分比例 沒有話是數字大部分 我覺得小平沒有辦法代表 黨發言 沒有辦法代表朱立倫發言 因為他不到時候還是會變 沒有 因為中小平 他現在還沒有拿到提名 對 所以就 他如果拿到提名 講話可能會大聲異力 不能這樣講 我一向對朱很效忠 不能這樣講 郭友宇在講 我一向對朱立倫 我一向對朱立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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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是 他主席做得很辛苦 我們幫他一點忙 就這樣子 小平這樣講 他講話 他必須要小心翼翼 否則到時候那個電話一來 侯友宇來 小平兄給喬嗎 你就不太敢講了嗎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國民黨還是有必要講清楚說 你到底這個部分 是怎麼去處理 那我再補充一個 侯友宇 郭台銘現在狀況就這樣 英文有一句話就 too wrong can make a right 就是說兩個錯的 不會造成一個對的 兩個韓國瑜2.0 不會超越一個韓國瑜 拐瓜裂架 還不會是一個水蜜桃 現在兩個一個在市議會擺爛 不斷重複 一個在要從北中南開始 不斷經距連連 這怎麼會是讓大家覺得說 為了國民黨有希望 但是現在國民黨不敢講 那就已經定好 所以就是侯友宇 看起來就是這樣